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虞华老师这次也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财神杯 对 表现的还是不错 因为作为老将 向这个六分钟的会计是很快的 但是虞老师这次也给我们奉献了不少精彩的对击 那这盘棋我们就看这个一小一老的一个对抗 黄旺颖是走的当中话 黄旺颖是一个新秀 对 他也是在17年的团体锦标赛上 然后获得了这个大师的称号 来自广东队的年轻选手 对 然后这次虞优华老师选择了一个顺炮开局 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就是总感觉他快息的时候 就是后手就直接走了一个顺炮 虞优华对这个棋谱还真不是太熟 是吗 这个布局险些 就是犯下错误 是 然后双方 红方黑帮马八进七 红方选择了横拘 广东队的棋手 有很多都比较喜欢走横拘 走横拘 对 他走直拘 也有像旅逊寻传喜欢走直拘 这样 好多其他的选手喜欢走横拘 横拘也是 那个局中密老谱 出现非常多的 他主要也是把子力集中在一侧 来对对方形成进攻 黑方走狙九平八 也是出直拘 红方狙一平六 黑方走马 黑方走了一个马二进三 二进三 这招棋是老谱 一般来讲 这个公认的这个关招 还是走狙八进四 狙八进四 因为长这个狙 红方不可能走狙六进五 对 然后红方肯定是马八进七 这是最常见的 因为老谱走狙六进七 很难得到这个收效 因为黑方可以马 来我们摆一下 对摆一下这个棋 点这个 这是老谱 马二进三 这些都是假招 你炮是这样 这个棋 黑方通过这种腾挪 你不能去吃马 吃马他平炮一打 又打狙又打象就丢狙了 对 那只能 你再走冰淇一 对方可以走马七退五 或者狙进二都可以 推这也就行 炮二平六 炮五平七 将来就是先手 对 等于这个棋绕的部署太多了 红方这个孤军深入 所以说这个老谱 黑方正招是应该走狙八进四 红方再马二进七 黑方再考虑 黑方再马二进三 或者十六进五 这是正谱 对 这个就是在 我们这个布局定式战利益里边 就给大家这么推荐 先马二进三 先上马有什么区别吗 那当然这个就区别了 这个棋它可以先点 等于多了一个居楼进五的一个路线 对 先点你就得向三进一了 这是老谱 是 但这个棋红方可以再马八进棋 然后你这个棋稍微一会尴尬 那我足三进一 你这个棋就跟实战就等于走回来了 就是黑方是吃亏的变化 所以说于有华老师 看来对这个顺炮也是 他在布局细节上没有把握好 对 就是说他的这个掌握这个点 还没有那么准确 因为他可能毕竟走得很少 是 他就很随手的 直接马二进三一 那红方也先马八进七 对 那他再聚八进四 现在到城镇 就是黄元城这个正谱了 然后红方居六进五 接下来又走错了 这时候 这时候余老师 他实战走了一个项三进一 这个是布局一行与攻击 我记得招 你给我们讲过这棋 黑方一般都走炮尔尖 对 鞠尖或者炮尖尖 对 八十年代就出现了 但是黑方吃亏 亏的不是特别大 反正也是一般的高手是不肯 是 那这个棋 红方 因为想着如果你吃冰 我正好去冰三开 吃冰倒没什么棋 吃冰以后最主要 这个棋还有一个办法 红方 这个棋还可以走泡花瓶酒 直接平炮 对 平边炮 平边炮的话 那他在 如果在足三进一 你的剧酒瓶扒亮出来 对啊 那如果他剧八瓶二 过来封锁住你的酒瓶居呢 那我在剧酒瓶去吃 将来我冰是一股 是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还是吃亏 红方这个是 这种 像教科书一样的这种工法 是可以的 炮八戒 对 红方走得还挺好 然后那黑方也得 足三进一冲一个兵 对 红方 他实际上是走个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也可以 对 因为这个时候你马上一样走不了 我军队平方桌窗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是 稳战 先手 黑方只好马三进四 比如说 就是红方居酒瓶八 这个出居的这个线路 黑方是封锁不了了 对 他没办法马三进二跳上来 那只能马三进四这么跳 他只能马三进四 对 红方现在居酒瓶八一桌 出居一桌 然后他实际上是炮二平三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 居八进七桌他 对 他居八进七又一桌 红方这个都是先手啊 这个都是前人都下过的 是 然后居一瓶三一直能看上 红方是走 他这时候就交换了 炮五进三交换 他要是居八瓶九呢 先吃这个相呢 保留这个交换呢 可能居八瓶九是不是更厉害一点 居八瓶九他也可能会马四进六跳进去 那将来我居六级一啊 我可以有居六级一的气 打掉你炮居六级一 是 双强 他是打掉了 打掉比较稳 对 他是换 打掉呢 也是红方呢 略债点先手 然后他居五级一 这个气就说 红方是略优的 对 但是优的不是特别多 黑方也能够应付 属于这种情况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走 马四进三 他得居六级一 他先补一手 这个气他怕他居六级一 对 什么时候马四进六 可以居六级一 他得居六级一补一手 对 他为了防范 他补一手 然后这时候红方是 冰五级一继续成兵 等于这种小将黄光颖呢 他这盘旗的布局阶段下的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棋呢 对 终于这个思路上还是挺好 他能知道这个棋谱 是 因为这个棋谱呢 这个在我们初学阶段呢 往往都是走这种顺炮比较多 对 可能他的老师也给他讲过 但是黄武颖呢 通过这盘棋 就这个局面来看呢 他对这个局面呢 也是不是很精准掌握的 对 在后来的这个细节上可能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还是应该先马去进武 按兵不动 先跳马 你马自进三的时候呢 我再拘六腿三 或者我就失了进武补一手 这就行 将来把你这个边相吃掉 反正就多个相 这么一个棋 宋忠斌呢 这个棋呢 实际上呢 也没什么大用 这个棋 他也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思路 看他实战之下的也是还可以 弘方 强行并武精 对 强行并武精 黑帮是马四季三 这棋他肯定不能吃 对 巨大平武吃 他跟这个跳马打狙了 那等于说 黑帮是吃亏的 然后这时候 红方肯定还是按照思路 巨大平三回来 就不让你这个顺利的 把我中炮交换掉 然后黑帮 这个棋 红方所以说 这个中农兵呢 有点急 他应该先马七进武 就不用走巨大平三了 对 他的意思就是 直接走马七进武 你马四进三的时候呢 我就十六进武补一手 将来也不怕你换炮 将来我能主要吃掉 巨大平有那个边向 是 这个地方啊 黑帮就不怕了 黑帮应该走巨大平 你一冲过来 这个棋 这个棋 红方没什么太大意思 如果你撞 这个棋看着很凶是吧 对 他就把你蹬了 这个棋 红方啊 后续没有手段 打一个像呢 打一个像 他就知个事 他就生这么走 这个棋啊 红方失控 这棋不好不掌握 是不好掌握 但是黑帮呢 是比较有活力的 对 你看他这种 金马登居 G8平5 马五金六 什么这个棋 这个棋 红方呢 研究细了啊 红方这个棋 并不好 黑帮呢 这个棋 反而非常不错 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攻法呢 本身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 这个于 佑华 于老师啊 这个地方硬法啊 硬的也不对 他没有 他没有走苏三级 苏三级一是比较强硬的 他走G8平5了 嗯 这个棋呢 就等于走出问题来了 人家马西金五这么一打 对 然后他在G5平8 还得走开 然后他是走 G8平9 先把像 对 他把像吃掉 是不是这时候也可以考虑 石头金五补一手 对 这个局面 这个棋先别着急 应该先补 他那像逃不掉 对 那补一手棋呢 黑方这个棋不知道怎么走 等于说 现在如果你足三级一 它只好有个马五金六 对啊 那马五金六 你就坏了 你就丢子啊 但是这个像好像也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 这个像是死像 你看你拱那马五金六 没有足三平四的棋了 他吃马以后又吃炮 对 还打像 那这个棋黑方 就轻刻间就崩溃了 足三级又拱不过来 对 那这个局又没有通道 所以说你看这个余华 余老师啊 这个局发平五不对 这个棋差点 差点把这个棋走到很难受的位置 是 他这个 他就得走足七级了 就得这么生拱啊 这个棋也很危险 那他可以局发平九 忙里偷闲吃个像 这个棋发展下去 黑方这个棋有一点辛苦 对 这个棋 那个子力全受签 暂时又发不了力 前半盘没有发挥出 余老师这个拼命三郎的这个风格 对 就是被黑 被洪汪一个字的这个打击 这个棋就这样 就是说余老师呢 参加这些比赛呢 可能是娱乐为主 也对成绩来讲呢 没有那么较真 是 因为余永华老师呢 他吓得很放松 跟我也很熟悉了啊 这个多少年的老大哥了啊 这个我们八五年呢 就就认识 所以说三十多年了 是 余老师呢 我也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他这个人呢 这个 你说性格还是很直爽的啊 对 那个 非常喜欢喝茶 有一次我们俩住一个房间 他呢 一会儿整了一杯这个绿茶 又带一个小壶 还七壶铁光印 他说我就爱喝茶 早上醒了以后 吃点东西 我要没有茶喝就很难受 是 所以说这个余老师呢 也很幽默 也很风趣 他牌呢打得好 什么这个关牌啊 什么这个波士牌啊 打得 计算的都很精准 余永华老师呢 就这个棋呢 他呢 研究的本身呢 不是太到位 对 他属于二把刀 他之所以跟黄黄影呢 赶走这个棋啊 他可能觉得黄黄影 是个新手 对 他怕走这个平骨马呀 这个都是棋谱 他怕被拨小孩 对 所以他想走这个顺炮呢 顺炮也是考验考验 这个老普呢 年轻新手 对 对于这个 因为顺炮这棋走的少嘛 对 对于一些年轻的选手呢 有更多的这个要求 所以你看这个棋 如果红的走正确的话 余老师这个棋就遭罪了 对 这还挺痛苦的 这怎么怎么怎么走啊 这个棋 这个盘面虽然多俩兵 但是位置不好 谈谈说这个不是特别好啊 以静之动 黑黄这个棋还真是很痛苦 你看着他去吃相 对 然后这个防守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守 是 这个棋呀 如果这个余老师要碰的是 像这个 这些 就男子的掩执 这肯定能走出来 这个棋就坏了 就是说把自己的 这个唯一的 隐患给去掉 对 这黄红影呢 毕竟 它呢是实战是 还是心打师 它比较嫩 对 它直接就把边相吃了 对 它吃呢 它也不唱 对 这棋其实也是 还是说红光 还是占有一定优势 对 但是后面的细节 它没有把握好 对 它这方面 这个吃一个相 还是挺好的一个局面 然后黑翁这时候 就可以走 也是没办法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棋呢 黑方这个棋 应该走先不是 就是不给黑方 足三级一的机会 对 然后下部棋再吃相 对 而先吃相呢 黑方有了 多了一个足三级一的棋啊 是 就局面可能更复杂化 那怎么说 现在你要是马五进六的话 就是跳马 灯霜的话 它正好有个足三平四 对 就跟刚才那样子 是有一定区别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的 我们大家看啊 黑方这个足三级呢 也是迫不得已 同时也是 当前局面下最好的反击 是 那么这个棋呢 进入了复杂的中局战斗 到底双方是如何演变的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个棋呢 可以说到了这个中局的关键的时刻 对 黑方呢 挺过三足呢 是想加强反击 下部足三平四 对 有一个偷招 就这样子就是失控了 对 这样双方就是一个对杀的一个局面 他可能得居六平七 吃马 然后你打底相一僵 然后它吃掉 那黑方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 然后你吃居的话 马六进五 对 马六进五 灯中相的话 它有一个 马七退八回来 这期就很复杂了 你一僵的话 它就垫上 这个期真 你居九平一过来 它可以居八退四回来 哦 是啊 你要居一居 居九平四桌的话 它就 出降 长型出降 对 所以它退不及捉马 三路居 对 它以后有捉马 对 而且它这有两个族以后 还有一点补偿 对 就是说少了两个像 还是黑方 这个期的红方 还可以顽强应战 对 红方呢 其实没有必要走到这 对 红方呢 就是即便它没有走出直视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红居 这个期走到这儿呢 就是说红方呢 当然这个先吃相是急了一点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应该及时醒悟 居九平八 出来算了 对 居九平八出来 对 那出来它会不会也足三平四 除了平四 这儿它是不是就居六进去吃掉 吃麻肯定不行 吃麻好像也是占优吧 吃麻也可以 对 吃麻一卷 这儿用居尺 居尺可能 这个优势也是挺大 这么吃的话 可能跟刚才有点区别 就是灯掉 飞掉 平炮 它马五进气 也是红方 红方丢相 也有顾忌 对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把它吃了 对 这可能比较简单 这样子 你再一局二的话 它可以居八平五吃了 刚才是马在这儿 还得马六进五 马多一步骑 反正不听得好 对 还挺复杂 因为居八平五吃 你回马 它可以居五推一 给杀空这个局面 它这儿它中路的 中炮的那个危险更大 对 但是这个棋 黑方也有一定的 喘息的一个机会 这个棋 可能红方走军 平方比较好 对 但是他可能会看出 这个一直有 足三平四这个威胁 对 所以他临场当中 这个黄黄英 可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对这个局面 就产生了一些错觉 他可能觉得 还是要防止 对方足三平四吧 张老师这个棋 就想问您 这是不是 这如在十六进五 是不是就有点晚 他可能 这十六进五 他如果还是足三平四呢 足三平四 他可以居六 他还是可以 足三平四 对啊 他居六平七 还可以足三平四 他向五进三吗 你居六平七 如果吃马的话 他只好有个向五进三 对啊 又飞机又打居 那红方不行 红方这个 红方要二德 二德你居杀不出去了 对 等于这个局面 多个向 但是黑方有过河族的补偿 这个棋 补食来不及了 所以他先补食 不给黑方三族冲过来 这是全局的核心 等于他吃相 还是吃得着急了 对 这个棋可能 就居九平八出来 是保持 比较有利局面的 一个关键 就应该居九平八出来 将来对机会再补食 是 因为这个局也在显地 对 这个黄红颖呢 就是说对这个局面 我想他回去总结 包括我们国家的爱护者 通过这个棋的收看呢 可能也加深了一下 这个阵型的理解 对 就说红方 走 实战他走 炮五平七 对炮五平七 刚才我们说了 他不是他也是有平国 对 因为他有一个非高向 又非局又打局 他等于是 这是一个 一个精巧的战术组合 是 就是利用红方两个局都在显地 那他走炮五平七 黑方依然是足三平 对 他实战炮五平七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应该红方应该居九平八走 最好 对 这儿呢 不能阻挡黑方平足的这个步伐 黑方的这个棋 应该说还是占优了 对 一举呢 反折优势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棋手呢 不仅是年轻棋手了 就包括我们很多的 高手在这种会计当中 一招不慎的 很有可能造成的 这个难以挽回的这种损失 是 他正好现在也不能 居六经营吃兵 吃兵他 换炮以后 还有个马三推二登记的一个棋 对 这个棋 如果居六经营吃 你就丢死 对 他实战也没办法 只能居六平七 居六平先吃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方有一个 走了一个下午进三 对 余老师这个棋心灵眼亮 在会计上 马上能看出这种 对 战术手段 余华老师呢 今年呢 是57周岁了 应该说 50好几了 还跟年轻人呢 去这个下这种会计赛 精神可嘉 当然说在 五十六七岁的 这些这个大师里边呢 保持状态最好的 应该说是 目前来看 赵国荣老师 赵老师 然后是这个 吕欣 他们两个 保持的最好 那么同龄的 其他人呢 可能相对状态呢 就是下滑的更多一些 对 因为他们两个 下棋比较多 但吕欣老师 最近这一年呢 忙于这个行政事务吧 这个 因为主政这个 广东的棋谈 对 所以说他也很忙 最近一段 他的状态 我看来看 他毕国荣的棋 也明显下滑 是 明显不如前两年了 这个确实的 岁月呢 不饶人啊 这个东西 你不服也不行 毕竟五十好几了 这个在很多项目 就在我们棋类项目当中 能五十好几 拿很不错的成绩 在其他棋的项目当中 也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对 也是为数不多 当然 国际想起围棋 也有个别的选手 达到这个境地 就是象棋的运动寿命呢 还相当来讲比较长 能下到四五十岁吧 应该说的 能保持好的状态 还是可以下 因为下象棋呢 这个 更多的时候呢 是要用到棋 对棋的这种理解 棋的理解 然后那个棋的功夫 棋比赛的经验 因为他并不完全是计算 计算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唯一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你看就是棋杆 他这个位置全到位了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应该说这个年轻人呢 他可能对这个局面 这个两个局啊 处的险地的这个危险呢 理解的不够 然后这个棋子 马上就出了问题了 这样子被于老师 这么几步精妙的手法 就要化解了 红方的攻势 那这儿红方 红方也只能 鞠七平八给你 这么亮 对 鞠七平八 对 要是一局二的话 还是黑方有个过河族 对 一局二 红方主要子力展不开 形式也很被动 因为将来 黑方看着他足五金一 再足五金一 这个也很厉害 早晚在这儿 这样黑方正好向三退一 把鞠吃掉 然后你也只能 这个浸泡打鞠 对 然后正好向一退三 吃回来 这儿我们一看 就是通过这个简化呀 等于红方的攻势呢 全部化解了 对 而且现在呢 这个更为这个糟糕的是啊 黑方的兵种好 而且多出两个足 对 就这个局面 红方这两个马很收治 对 对 这个局面 只有红方把子力啊 腾挪开了还可以 是 把两个马都蹬出去 有攻势 这个其红方这个马路 全部被封住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 优劣呢一分 黑方是绝对的优势 是 就是看看这个具体 双方怎么去发展吧 实际上它是 实际上红方走了一个 十四近五 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个马怎么跳 对 他现在马五进四这个关键点 被封锁住 这个棋他比较痛苦 他又怕他足四平五 不 他是先去外屏气捉了一下 他先去外屏气捉了一下 他先捉 他先不是码 还是有问题 他捉一下 让他跑三平五 然后他十四近五补了一手 拉住中心了 他必须要补 对 他十四公补了一手 然后余老师很老练 他走了个足四平五 把他的马给 对 你马没有路 马五进七 他巨发行程顶住 下部我巨五 足五平四 把你靠掉了 他走了马五退七 很无奈 他走了个足七进一 对 他走了个足七进一 实际更实在的 走巨七 巨八进二更好 巨八进二 拉住他这个 对 你巨匀而吃相 我就吃兵 我多三个足 将来这个骑足七一 一拱马七进六一跳 全是铁架子 是 红方就更没法动 你如果再补向 他再走足七进一 你永远动不了 巨八进二更加的牢固 对 他先不能足 也可以 优势也不可动摇 是 他是 他走了一个巨 巨七进二 这是 那黑方就放开了 去进攻了 对 余老师就直接走了一个 巨八进三 对 马三推四 这骑不能吃 吃他吃这个 吃两个马 就是先手 黑方呢 看到这个 以言是水到菊成了 对 他直接马七进八 就直接放开进攻了 对 红方觉得这个补向呢 也来不及了 他也怕 可能是不是先马七进八好一点 就先跳上来 对 红方呢 这个骑呢 就是说 严谨骑骑手嘛 看到这个局面落后了 对 然后就慌了 是 慌了以后呢 就更快地把骑走坏了 像你说的这个骑呢 还应该跳马呢 加强一点反击 无论你等我哪个 我就避免先把你这个兵吃了 下部马八进六 马八进七啊 还或多或少 有一些反击的机会 他实战是走 直接举七兵三吃足 所以说这个啊 余老师这个 下得还有点粗 是 就是走巨八戒二呢 可能是压倒性的优势 对 就是红方都不能还手 这个马七进八呢 红方多少呢 还有一些还击的能力 那实际上当中 黄光莹这个小将呢 就吃足了 这个骑呢 从物质上来看呢 似乎是追回了一个兵 但是 这个整体的局面呢 应该说 黑方呢 非常乐于接受 对 黑方是直接这个 因为接受完以后呢 红方的兵种太弱了 一个是少兵 再一个兵种太弱 对 对方把你的像也吃掉 虽然说 说我们各少一个像 但是黑方是剩的泡 正所谓这个缺像怕炮 是 这个兵种呢 对方如果是马的话 那么红方这个骑啊 对 正常这骑如果它 黑炮换成是黑马的话 这红方还有没有一些 红方就是 求和的机会 那好得很多 好很多 对 形势差也差 因为毕竟是 差了一个中族 对 那要好得很多 等于说它现在是个炮 就是这个 狙炮这个残局 这个骑就是盛势了 因为这个骑啊 最主要什么呢 一个是看我们的兵力 留下的兵种 对 还有一个看位置 这个马你看 它们且上不去的 往中间跳 人家一拱 他还马五岁三 还跳 往这一跳 人家拘一点 这永远上不去 还是上不来 所以这个马呢 不仅是一个坏马 而且它是 兵种它就亏 而且它上不去 它是受制的 受打击的马 对 所以这个骑红方呢 就等于是 没有任何的 反击的能力 那么又少足 就只好 束手来毙了 所以这个骑呢 在专业的技术眼里看呢 这个骑就 下到这儿就可以 后边我们就 这一看就知道结果了 对 很难就是扳回这个局面 它实际上也挺顽强 它将了一军 然后又捉足 然后但是 于老师很老练 他就回来看守这个阻 看守他准备炮瓶 对 又有个炮瓶 二杀旗 他还得退居回来 侧异进攻 对 然后他直接就足五进一冲兵了 他冲足的意思就是 把你马定住 就不让你往上跳了 是 然后他居二平八调过来 就想以后再马四进三跳上去 这个马还是上不去 还是没脚 对 然后他足五进一 然后马四进三跳上去 这个骑呢 就是黑方这个两个族啊 就是太厉害了 对 而他正好居三平七 这两个族一过来 就是相当于一个子 一个子的下子 对 然后居二平七 然后他吃 他也没用 然后马三堆四回来 就看着走两下了 他又把这项吃了 对 又把这项吃了 然后他把这个吃 就说的 看黑方怎么去 最后的进攻了 然后黑方是直接就下足 对 这下足下得很坚决 对 红方这一捉 他就直接这个降五进一 用老将来保 对 他为了确保这个中炮 能够安住对方 等于说你一将一捉 是犯规的 对 要是亚洲其威还可以走 对 他没办法 他走个居七队二 然后他足五进一 对 正好居七平五捉霜的话 他还是降五进一 他竞用降力了 这一步骑走得很妙 对 这个太精妙了 你居五退二 这个残局呢 与我华老师呢 还是走得很老练 他正好有个足五平六 不为对方的任何机会 这儿就绝杀了 下不下足 下不下足 绝杀了 是 那么最后残局这一段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没给大家摆得很细 对 但是就是黑方呢 一看够赢了呢 就是拿捏的分寸呢 非常准确 看来还是缺乡趴炮啊 对 这个中炮这个威力很大 是的 一般狙炮摄像权 对狙马双式是力胜 这样 对狙炮双式你就赢不了 所以说这个狙马双式呢 对狙炮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劣势 是 另外黑方这个族呢 也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劳 当然最后一段 他这个商将都很好 借将助攻呢 还是给我们广大旗友的一个启发 对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对局呢 对这个狙炮的残局 以及这个顺炮 这个中价这个局型呢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启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总之呢 这个财神杯这块鱼菜呢 也是给大家呢 还是有很多精彩棋局 对 做了一个年初的这个开局大餐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